到能不分别的话 那就不止同一个宗派了 与自己相应的宗派全都会通达 到不起心不动念 那就全通了 就是见性了 明心见性 完全通达了 所以佛法修行的功夫 没别的就是放下 你要不放下 你就吃亏了 佛菩萨来教你都没用 放下烦恼 放下吸气 凡是 与自性相违背的全是烦恼 与自性相应 离头有分别知者的也是烦恼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譬如是三叶道 你都能做到了 是我断了 不但 阴行里面 没有我念 在十我念 齐心动念里头都没有 这十善修得很好啊 收我断了 就是十善了 只是这没方向 我十善修得不错啊 你不如我了 这就是支撑没方向 分别没方向 能不能开智慧 不能 你没有得定定 因为你有分别 因为你有支柱 那这是什么呢 这是修得世间世善 古包子三善道啊 不能出六道啊 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没法子 如果你居住这个世善了 还有分别执着 求生净土行不行 行 生到哪里 生到极乐世界 凡圣同居徒 不错了 为什么呢 凡圣同居徒 即使下下平往生 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你 你也变成阿维悦之菩萨 这个要知道 换一句话说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基本的条件 最低的条件 你在这个世界呢 有来生呢 有生人天的条件 你不会躲散我 你不会躲散我头 这就是佛经上所说的 善男子善女人 你得有这个条件啊 断食物修食下 还有分别执着 就这个意思 如果断食物修食下 没有分别执着 那个功夫就高了 为什么呢 你有可能在这一生 超越六道轮回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不是凡生同居徒 生了也极了 你是方便有余徒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在这个世界 祝佛菩萨 对我们唯一的一个期望 就是叫我们放下 要断一切物 要修一切善 但是不能有分别之处 这是祝佛菩萨 对我们的期望 特别是阿弥陀佛 你真这样修 你就真往生 你自己有把握 什么时候去 欲知实至 功夫好一些的人 可以自在 想去就去 这里需要留你 还有众生 要希望你帮助 你也可以多住几年 不碍事 生死自在 他有这个功夫 住是干什么 不是红发 就是虎发 没有别的事情 你看这个地方 后头后头对你还是 住在这个世界 长放光明 便照一切 这是什么 清净心 其作用 善心其作用 是这样放光啊 不杀生 这一条 他放光 又变照一切 你不但是 不伤害众生 你会爱护众生 不但有情众生 你爱护 无情的花草树木 你爱护 山河大地 你爱护 尊重 自然生态 决定不破坏 自然生态 你的心变照一切 不透盗的光 变照一切 不但没有占有的念头 没有控制的念头 念念 帮助一切众生 不施 供养 不但不占人便宜 你反过来会修 不施供养 然后 然后你就晓得 这是善 每一个善都放光啊 每一个 每一条善都变照一切 年轻人 你不施供了